roo roo 不可以更高的会练开 开的 很好看耶 我穿得笑 我很开心 我很开心 d 你知道吗 我很开心 欢迎光临 哈啰 大家好欢迎你回到我的频道 所以今天呢 就是要做一个yes pomelo的开箱 然后全部都是过年的衣服 对 你们知道今年疫情的关系嘛 所以其实过年你也没有的可以去哪里 可是今年的过年的衣服就有看到超多很好看的 所以就让我真的很想买 然后你们知道我之前有做过一个 pomelo的视频啦 我其实是勉强的可以穿得下他的衣服的 所以我就心想可能我有机会可以穿得下叻 所以心想可以买来试试看他们的衣服啦 因为他们好的一点就是呢 就算你穿不下你还是可以退货的 至少是可以退货的嘛 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这一期我很多衣服都要退货了 哦 你们不要误会 你们看上去你们以为我穿得下 然后你们以为你们也有希望可以买他们的衣服 对不对 不用想了的 穿不下 我后面的拉链是拉不上来的 ok 虽然是挺好看 这个也是我第一次尝试穿旗袍嘛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 wow 我有不懂要怎样讲叻 因为你看啊 首先 ok 没有 intro 没有什么 ok 直接就进入主题了 这是第一次穿旗袍嘛 然后 normally旗袍呢 老实讲他们做到真的一点弹力都没有 连微弹都没有 就完全是没有弹力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要给比较大麻一点的话呢 我碰这样讲叻 就是做有弹力的那种布料会比较好一点啦 可是因为他们的店是有做给小麻的也是嘛 所以因为这一点所以他们也是没有去特地改良给大麻一点的女孩子穿的比较好穿 完全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anyway 所以总之就是你要穿旗袍的话呢 就是要穿一些比较修身的啊 然后会让你看起来不凸显你的曲线这样子的 我的曲线真的是完全凸显到我肚子都有 手臂也有 你看这边它的那个手的那个肉呢 是超级明显的耶 你这样放下来 因为他们旗袍的那个袖子通常都是挺短的 所以就不会盖到很下面 所以它完全就会露出你这个手臂内侧的这些肉肉有没有 然后呢你要穿这种比较紧身啊 没有弹力的衣服的话 就一定要穿硕身裤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这边整个肚子都凸显出来了 然后你看侧面的话呢 就可以看到那个肚子是整个 你去跟你亲戚拜年他们不会问你 诶 读书得到怎样啊 结婚了没有啊 我觉得他们第一个会问你的是 花园鸟啦 几个月 可是它这个呢就是属于那种比较长一点的款 3 quarter的 所以就会过你的膝盖当然 可是它不会藏到all the way到你的脚环那边 所以这种我也不懂要穿什么鞋子 你就一定要穿高跟鞋配会比较好看吧 然后它这边旁边呢就很性感的 有一个超级高的开叉 所以这个就很性感 很好看啦 我觉得旗袍的这一点就是 既优雅又性感有没有 可是如果你是比较肥的话 你就 yes 然后它上面这边呢就是一样 是做这种旗袍的扭扣啊 然后它这个扭扣我觉得会有那么一点 比较难扭 因为它这个是挺高领的嘛 所以就有一点好像高领 那个洞呢就挺小的 所以如果你要跟它扭进去 就有一点点那么的困难 然后这边就有一个小个的洞啊 就露一点点的小性感 如果我拉得完的话呢 它应该是会蛮凸显我的曲线 然后就应该是会蛮显瘦是挺好看的 可是我现在才刚发现到 它原来是黑有红有白 就算我穿得下我应该是不可以穿耶 我爸爸不喜欢过年的时候穿黑色的衣服啦 你们家有没有什么好像迷信的那些东西啊 不可以做什么还是不可以穿什么 一定要穿红色之类的 就留言跟我分享一下吧 有没有 YES 我蛮有兴趣听你们的经验 所以我也故意 没有说故意啦 因为我今天的头发我做到不好看 所以我没有办法 我需要去随便绑了一个头发 我不怎么会绑头发 所以我的头发其实是挺随便挺难看的啦 OK 可是也是有一点好像配那个主题这样子 你们觉得呢 Anyway 所以我觉得这一件是蛮好看的 可是如果你是比我小一点点的话呢 我完全会建议你们去买看看他们的那些衣服 我觉得是挺不错 我以为我肥了呢 我还是穿得下 我也不知道我的脑子是怎样想的 BYEES 总之是穿不下了的啦 这一件呢 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呢 它在我身上是超级紧的 所以我勉强还挤得进去 可是我的手这边呢 WOW 是超级紧的 这完全一点空位也没有 虽然这一件呢 老实讲是挺好看的 也蛮舒服的穿上去 可是那个cutting给我来说 就真的是太小了啦 而且它这边旁边哦 它有这个拉链 然后它拉链是all the way到 你看到吗 那个我拉不上了 不可以更高了 会裂开 all the way是到我的 腋下这边 所以我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那个zip要做到那么高 到腋下这边呢 就算我穿不下去 然后开来帮我穿进去 可是那我要关那个拉链上来的时候 怎么办你跟我讲 这个吊带是可以调整的 所以它离这边的位置其实是 蛮小的啦 所以你这个吊带你也不需要太长 因为一开始我看 我感觉它好像有点太短了 可是其实穿上去之后 我就觉得 哦 其实这个不用那么长啦 然后它这个就是有一点 像露肩的设计啊 然后那个手这边也是 trip quarter这样子吧 就没有说好像超级长下来 可是它这个的长度也是蛮好的 因为你们知道我蛮喜欢 短一点的圈子嘛 然后这个给我来说是蛮ok的 当然你里面要自己穿一条安全裤啦 然后我觉得它也是很凸显你的曲线的 虽然我这个我只有肚子可以看哩 我没有什么曲线可以给你看 ok 可是我觉得你穿得下的话呢 是会很好看的 而且它的这个布呢 它的那个硬料呢 就真的是很有那种 Chinese的feel 我不懂我这样讲 ok 然后它这边就是有一点那种 好像旗袍 那个扭扣的设计啊 就很好看很可爱 多一个扭扣呢 可以跟你扭起来 所以这边你是完全可以开起来呢 穿进去之后你再跟它扭起来 所以你不会觉得好像头比较大还是什么 然后你要套进去你很难套 就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弹力 所以跟我一样尺寸 或者比我大一点的话呢 就完全不建议你去买啦 因为我是很勉强的挤得进去的 Oh my god 我最好是不要把这个弄破 因为我是可以拿去退货的 这个 我觉得旁边是还可以的 如果你穿一件 硕胜裤的话呢 我觉得你旁边的肚子没有这样明显 可是如果你是前面的话呢 那个肚子就会蛮明显的啦 嗯 自从我胖了之后 我觉得可能他们家的衣服 我都穿不上了 因为这件我也是记不记 我很努力的把它拉上去的 OK 我真的已经拉不动了 可是这一件 Oh my god 如果我穿得下的话呢 我真的是会觉得是会很好看的一件 要穿梭身裤 OK 这种裙子一定要穿梭身裤 你穿梭身裤了之后呢 我觉得它会蛮 凸显你的身材的 挺显瘦的啦 给我来说 只是你看它旁边这边呢 它后面这边它会有一点 额外的布料 所以可能你要一直拉 才可以给它好看一点 觉得它会蛮抓住你的腰 我也让你看起来有那么的小一点点 可是你可以看到它的手臂这边呢 我觉得是会蛮凸显 你的手臂是挺大的啦 只是那个袖子是下来一点点 把它没有下来很长 蛮显你的手臂的宽度的 这边来说呢 可能胸围大的女孩子 就没有那么适合去尝试 然后这边上面也是一样很可爱 有那种旗袍的那种扭扣啊 然后这边是有一个钩子 给你勾在上面这边的 它下面这边有一个那么小个的开叉 所以我觉得那个开叉可能如果坐高一点的话 它会比较开 比较细感 可能会比较好看点 可是可能你要去跟你的亲戚 拜年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友善了啦 OK 重点就只是它这边 可能是我的胸围太大 可能是我太肥啦 我不知道啦 可是我觉得如果拉得上的话呢 我完全是会留住这件 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看 在那边自己幻想 嗯 可能我瘦的时候我还可以穿得下 你知道吗 怎么办 我觉得我的头发只会越来越乱办 Anyway 不要紧 Oh my god 我终于会看到我穿得下 我很开心 你知道吗 我真的很开心 Oh my god 刚才我刚看了一下那个视频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的头发现在太浅的关系 然后我的眉毛是挺暗的 所以我整个妆容看起来就很暗的 看起来很老沉 这样子啦 希望你们不要去批评我的妆容 OK Anyway back to这套衣服 Oh my god 是裙子来的 里面是没有裤子的啦 OK 所以我刚拿到这一件的时候我穿上去我就有点奇怪 因为它是做的那个版本呢是一整片这样开起来的 里面有这一层哦 我难给你们解释诶 它就是有一个扭扣在这边来跟它凝固在一起 然后这边就是有些绿绿绑在一起啦 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在讲什么 哈哈哈 你也可以把这一片跟它拉高一点啊 来跟你盖住你的肚子啊 它真的是不会很显肥耶 布料就是属于有一点点硬度的 所以它就会自己hold它的那个形状有没有 它完全不会显小腹诶 因为它整个是这样平哦 然后它这样开出来 然后也不会说看起来很难看 我的药位来说呢 已经有90多人知道吗 然后我还是可以挤进去这条裙子哦 不会觉得好像会不舒服之类的 你穿了一个硕胜裤之后呢 你的肚子会更小一点 所以就没有会那么的挤啦 我不懂我的这个身材是什么 是叫例行身材吗 还是是苹果呢 你们有谁可以跟我讲一下 我是属于什么身材的类型啊 我每次在抖音厅哦 我都不懂我是什么身材 but anyway我这样子肚子会比较大的那种呢 就找不到过年要穿什么衣服啊 我觉得你们完全是可以去尝试买这条裙子 如果你跟我的腰围是一样啦 你看我还可以再拉大度一点点罢了 可能到95CM还是可以穿 可是如果你是过一百的话 我可能就没有那么建议你去买裙子 好像讲的有点太长了吧 but anyway我真的是很开心这条裙子我穿得下 而且不显肥 所以我很建议你们去买这条裙子 然后它的那个布料也很好看啊对不对 就很中国丰满你知道吗 然后这个箱也Oh my god 很好看 哇 幸好我没有去一条套 我去买好像那种比较小号的 可是是这种pattern的衣服 因为那种我一定是穿不下的 这个呢哇我的胸围完全穿得下好不好 普通一个白色的T恤罢了 我有忘记它是多少钱 可是老实讲如果你要拿这种T恤呢 来跟它的性价比来对比来说呢 一定是不会值得了 因为它一件衣服可能都要10多块20多块 这样子给大妈的女孩子来说 你要明白很难会找到适合你的衣服 尤其是过年的衣服 所以一年一吃了就算了吧 就去买吧有没有 就属于那种有一点弹力的 所以就比较像免质的啊 是蛮舒服的 然后它这边就是有蛮大的一个洞 然后它上面这边呢 它不是做那种旗袍扭扣的设计 它是做这种钩子的设计 所以你要套上去的时候也是很容易的 不会超级高的也是还好 然后它上面这个也不会很硬呢 所以它也不会好像一直顶到你的脖子 会不舒服这样子 当然是会看起来有一点点的肥啦 因为它这个的袖子跟其他的一样 没有说很长 以它的侧面来说呢 我觉得它不会说超级显肥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而且它是比较属于一种crop top这样子 所以你可能可以配种比较高腰的裙子 还是高腰的裤子穿呢 它的洞就没有这样明显咯 所以还是会很好看的 我知道这一套我解释的超级久 可是我真的是因为我穿得下 我很开心 然后我真的是挺喜欢的 虽然我应该是不会去哪里 可是我应该是会穿这套出门啦 记得就是你坐下来 它一定是会好像会显你的肚子 一定会挤一点出来 你看你的肉这样一做吧 它的肉就会挤出来了 可是你站住的时候我觉得是ok的 所以你可以买来穿去 好像去拍照之类的 我觉得都是ok的啦 可是以舒服度来说呢 可能你去亲戚家拜年啊 然后你要坐在那边一下子的话呢 这条裙子可能就不会说超级的舒服 所以你们要自己去考虑这一点 所以这一件上衣呢 就是最后一件了 这一个我老实讲没有那么的满意 可能是因为我上一件我太喜欢了 所以这一个的布料跟上一件那个 其实是蛮相似的 就是那种cotton的布料 所以你穿起来是会蛮舒服的 可是以新加坡的天气的话呢 你穿出门啊 你去拜年之类的 可能会比较drill一点啊 应该会有汗 可能那些小姐姐们啊 觉得没有那么有自信啊 然后露手臂之类的 我觉得你们买长袖的呢 是挺ok的 只是一定会drill啦 蛮可爱的 它是有一些啊 这样提袍的那个扭扣在这边 就粉红色的 可是呢它这个我刚才要跟它解开嘛 因为我需要靠近我的头里面 然后它上面的这一个扭扣呢 我连解开都没有解开哦 它就是它的缝工是有一点随便的 所以它也没有说很牢固在那个衣服上面的 我没有用到力哦 尝试跟它要掰开一下子而已哦 它旁边这个就整个这样拔开来了 所以我就哇 这样我是不是连退化都不可以退啦 这一件 因为它这个整个就这样出来了嘛 这是第二个它没有出来 可是我尝试要跟它扭回进去的时候呢 洞有点小 然后那个扭裤也是蛮硬的 所以就很难跟它套进去 尤其是你穿上去之后呢 你要这样子呢 就有点难套啦 然后我们就当作我已经扭上去了 OK 它这边就是做有一点点小个的洞啊 然后这边也是有一个洞 可是就那个洞开到你的 腋下这边就有点怪怪这样子 所以这个方法上是会看到你的毛啦 所以你们记得就算你们穿长袖哦 你们也是一定要跟它shave一下啦 OK 它这个的前面来说我觉得看起来是还可以的 可是给侧面来说呢我觉得就会比刚才那一件还要显肥一点有没有 是不是因为它的下面这边呢是蛮开起来的呢 所以它没有这样贴住你的身体 所以看起来会比较大一点呢 我也不清楚 可是我就觉得这一件就没有比刚才那一件好像显瘦啦 有弹力的 所以就算你还比我再大一点呢 你的胸部再大一点的话呢 你还是可以穿得下的 可能你胸比较丰满的小姐姐穿会比较好看啦 这是个人的意见 OK 这一件也是没有什么好讲的吧 就是一件普通的T恤罢了 可是如果你真的要买的话呢 当然 Obviously你们应该都会知道 我会推荐你们买这条裙子 跟刚才那一件衣服 第二个可以买的就是这一个 如果你跟我一样尺寸或者比我大的呢 我就不建议你们去买那些裙子之类的 因为它的裙子真的是一天弹力都没有 然后你是完全穿不下的 所以就没有那么对大马的友好啦 你知道吗 尤其是搭胸部的女孩子也是 其实我一开始我在那边想 我应不应该做这个视频 好像华语还是英文啦 因为那个时候那个Permelo的视频呢 是比较多 好像泰国人会看 然后你们也是满感谢 有点像丢脸这样子这样讲 就满感谢我有做那个视频 因为没有什么大马的女孩子在做 是Permelo这种衣服的视频 然后他们就不知道在大马的女生身上 看起来会是怎样啊 所以我希望这个视频呢 可以帮到你们那么一点点 离过年九剩几天罢了 所以希望如果你们真的要买衣服的话呢 你们可以来得及去赶买到新年的衣服 OK 今天有点语入伦次啦 YES 所以我对今天的haul是 嗯一般一般啦 你知道吗 结果还是讲华语了 but anyway 因为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会打英文的字幕下面 所以你们可以去 要理解 知道我在讲什么 OK 所以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咯 希望你们今天也看得开心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就记得点赞咯 我们下个视频见吧 拜拜 今年快乐